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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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他第一眼看见这个袈裟时 他总觉得这袈裟里面还有东西 因为里面演员透着精美的花纹和文字 因此秦先生买到后 找到了故宫博物馆权威鉴定专家张书芬来鉴定这个宝贝 从精被的尺寸 文饰 经文及色彩上确定 这是乾隆身上的陀罗尼精被 至此之后 精被价格逢涨 在2008年的时候 秦先生以67550万的价格 把这件经被转手卖给了另一个人 后来这件经被又被新持有者重新摆到了拍卖会上 2010年在中美选凯威拍卖会上 最终被印男子以1.3亿元的价格拍下 自此之后 这件经被才算彻底安定了下来 对于这么高的拍卖价格 专家解释说 精被是清中期珍品 这种皇帝专属的私人物品举世无双 可以称之为无价之宝